特曉新聞帶你來關心一起意外的消息 桃園市中立區昨天發生疑似 一氧化碳中毒的案件 造成屋內的一家四口搶救後 不幸死亡 消防局初步調查原因 疑似為屋外式熱水器 安裝在有家裝窗戶的陽臺 不過窗戶只有稍微打開 又掛了大量衣物 導致通風不良 才釀成悲劇 救護車上實施 CPR急救 因為桃園市中立區 成章一街二十二號傍晚傳出一家四口疑似 一氧化碳中毒 由於三十四歲的張姓屋主 兩天沒上班 同事聯絡不上他 才到住處找人 敲門無人回應 找來警銷破門 發現張姓屋主與林姓妻子和兩個兒子 都躺在祖獲室床上 沒有生命跡象 根據瞭解現場是七樓公寓 消防局初步調查原因疑似為 屋外式熱水器安裝在有家窗戶的陽臺 但窗戶只有稍微打開 而且還掛了大量衣物 導致通風不良 才發生悲劇 消防署提醒 截至十號為止 今年已經發生十二件瓦斯熱水器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 超過八成都是熱水器安裝 未至錯誤 民眾如果發現安裝錯誤的情形 必須盡速改善 將熱水器遷移至屋外 記者 詹淑雲 正為人 中建綱桃園報導